妈妈脱下女儿的衣服 露出了比篮球还大的肚子 宝宝只有九个月大 密密麻麻的血管像蜈蚣一样 趴在肚子上 看得让人心疼 这个腹水都快把这个肚皮撑破了 宝宝名叫南娜 通常这么大的孩子 腹围只有20厘米 但暖暖的腹围已经达到了 惊人的65厘米 相当于一个身材苗条的成年女性腹围 而这么大的肚子里 装的全是腹水 稍微一点外力冲击 都有爆炸的可能 不仅如此 她也掠夺了南暖全身营养 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脂肪 浑身皮肤极为松弛 刘蓉医生从业30多年 看到这也不禁头皮发麻 男暖原本是个可爱漂亮的孩子 她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 可就在四个月大时 妈妈意外发现女儿的肚子有些大 渐渐地无法控制 如今九个月的南暖 不能翻身 也不能像童年孩子一样坐卧 肤水压迫下 甚至连呼吸都困难 为此父母只能倾斜着抱住她 将力泄到自己身上 同时还担心弄破肚子 然而就一五个多月 辗转多家医院 医生连什么病都没弄清楚 严重耽搁了治疗 为此他们只能到北京 寻找更好的医院 首都尔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的 血缘内科主任 刘蓉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南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检查显示南暖干皮肿大 肾脏超负荷晕 几乎要快率节 身体上的负担 医生只能先抽掉一部分腹水 可就在抽腹水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刘蓉医生在抽出的腹水中 发现了血丝 事情一下就变得复杂了许多 起初看到如此严重的腹水 外院医生第一时间 联想到的就是肝母细胞瘤 于是做了相关系列的检查 但都没有查出一样 直到出现血性腹水后 这个性质就变了 经验丰富的刘医生怀疑 激垮暖的很可能不是尸体肿瘤 而是一种被肿瘤 还难治千万倍的基因问题 因为以前我们碰到过 那么两三米和它类似的 没它那么重 男男很有可能 患上了某种血液汗渐病 如果真是那样 治疗就很困难 很快腹水中分离出的细胞 被立刻送往了实验室 进行基因检测 当九个月大的女儿得了绝症时 爷爷奶奶居然提出再生一个 只因那样成本最低 因为说实话 对一个农村来说 觉得我们年轻嘛 可以再生一个 反正他们说的 我听了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 就是感觉再生一个成本很低 为让了夫妻俩同意 爷爷奶奶还专门给他们算了一笔经济账 反正还年轻 起初夫妻良也有些动摇 毕竟医生也让放弃 可待回家后 看到女儿肚子越来越大 他们还是于心不忍 再经过详细的检测 男男的病终于确诊了 因为基因出现一场导致的罕见白血病 虽然不用顾碎医治 但化疗不能少 可这对于肝脏本就快要率节的男男来说 无疑于会加快她的死亡 这样的结果让刘医生陷入了纠结 这种类型的罕见病 早期发现治愈的可能性很大 但男男被其他医院耽搁 如今已经进入了疾病中的疾病中默契 即使得到正规治疗 失败率也在90%以上 治还是不治 折磨着所有人 其实这孩子真挺顽强的 小豪才厉害 现在的体重全都是肚子里面的干皮 还有就是浮水 暖暖的父母来自江西上饶 经营着一家油条店 为给女儿看病 妈妈辞去工作 甚至准备好卖房了 其实让他们纠结的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家中还有一个大儿子 如果不计一切代价 将钱花在女儿身上 对儿子就很不公平 万一人才两空 那种结果谁也无法承担 医生十分理解家属 所以没有过多的强调 最终经过夫妻俩深重考虑 他们决定继续为女儿治疗 竟人是听天命 但在此之前 他们先需要回老家筹钱 几天后 男暖爸爸带着家里所有积蓄 和亲朋好友借来的钱 赶回了北京 但是仅仅过了一周 男暖的情况就又落化了 肚子里的腹水 几乎将孩子消耗殆尽 分分钟就会危及生命 留医生要抓住机会 虫子一把 可是治疗过程不折不断 男暖开始发地烧 肝功能和呼吸心率逐渐下滑 按照以往经验 这种孩子很快就会没了 但男暖却一直保持在一个平缓的状态 直到妈妈的到来 好像他就是在听他妈妈 再见到妈妈后 男暖离开了这个世界 仅有九个月的他虽然不会说话 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用尽力气表达着对父母的爱 男人亲手剃光了妻女的头发 夫妻两面似凝重 这一去就是九死一生 三岁的琪琪患有罕见的血液病 看似活泼好动的他 实则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瘦小的身体内 肝皮都在快速增大 肺部也发生了严重的病变 那个医生跟我们说 就是说我们这个病 在监护室里面是最重的一个 琪琪患的是尼曼皮克氏病 这是一种古怪的病 根源来自于血液中非常重要的美 血液中的垃圾无法清除 以前患此病的孩子 大多还没能查出来就去世了 现在唯一能救命的 就只有造血干细胞移植 靠此获得一个蠢天然的美 可一旦移植失败 等待琪琪的就只有死亡 这对90后父母来说难以接受 夫妻俩来自河南 爸爸在当地做放水装修 妈妈全职在家带两个女儿 原本幸福快乐的家 被突如其来的疾病机的粉碎 不久到了母女两进仓的日子 他们要在那个封闭的空间内 待够30天 30天后是怎样的结果 谁也不知道 琪琪妈妈要面对的是为70天的 高强度预处理方案 这次博弈后 她体内将迎来一场大换血 人体内最神奇的细胞 莫过于造血干细胞 它是所有健康血细胞的起源 它的正常运转 才能使人的生命健康有序 很快医生提着一个罐子走进舱内 这里风动着健康的造血干细胞 医生要将这些干细胞 用注射器一点点推进琪琪的血液中 随即陌生的细胞 将在琪琪的体内生根发芽 出落为各种血细胞免疫细胞 30天后琪琪体内的造血洗头和免疫系统 将有望得到重建 这就是造血干细胞的神奇之处 这个干细胞的特点 它就可以自己找到自己的家 所以它在骨髓里面就可以造出 新的这个血细胞了 但别人的细胞 对本身来说就是个义务 如果能友好相处 琪琪就能恢复健康 如果出现排斥反应 轻者一致失败 重则立马丧命 这一切只能靠琪琪自己 幸运的是30天后 琪琪和妈妈顺利出藏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奶奶爸妈也回到了医院 特别谢谢你们 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给她来几次 谢谢你们一直坚信我 我们也会这么努力的